于宁曾经到AACU来讲这个项目 讲这个项目然后屋子里坐满了人 大家都非常激动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项目 大家都特别热情 就是因为把大家凝聚在一起了 我记得于宁当时拿了很多板子 然后把图红图都给大家展现一下 所以我们当时我记得大家非常非常振奋 1998年12月22日 中良凤凰城中国文化中心 举行了剪彩开业典礼 中良总公司董事长周明晨 和中国驻美国大使李兆兴 参加并主持了开业庆祝仪式 此时的中国文化中心招商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古典风格的现代化三层主体建筑 辅助五个风格迥异的传统平原 营造出了这个现代化的 即办公餐饮和零售为一体的 令华人为之自豪 令美国人为之赞叹的中国城 中文化手提交 小美国人为之